喉嚨是我們生命啊 你如果不愛惜他我跟你講 你現在一直拼他一直拼他 後面可能會毀魚蛋啊 我會騙你啊 他上次就有建議我就是說 希望我能夠 拖個時間去做第二次手術 但是希望我能夠休息久一點 上次我休息一個月 員工朋友都一樣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去承接 我留下來給他們的流量 這個粉絲團等於是廢了你知道嗎 他連抓銷都不要 你知道他少廁所他怎麼可能 所以說我跟你講 應該讓他當什麼 當科技公司的盪耶 你懂嗎 我缺個盪耶 花錢資源你懂嗎 每月初五來發薪水的 我缺個盪耶你懂嗎 網友啊在問啊 問說 問說啊連董 啊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去把這個 這個 粉絲團啊 想說要去把它這個 賣掉出售 我想說以我的角度來講 第一個 我如果喉嚨去開刀 大家都知道我 去年的過年前都有去國泰醫院啊 王文偶醫師他們動過這個 聲帶 聲帶的這個 張檢手術第一次 那要做好幾次 喉嚨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在做直播這個工作 喉嚨是我們的生命啊 你如果不愛惜他我跟你講 你現在一直拼他一直拼他 後面可能會毀魚蛋啊 我騙你啊 他上面就有建議我就是說 希望我能夠 撥個時間去做第二次手術 但是希望我能夠休息久一點 上次我休息一個月 那我要講就是說 你們去思考這個問題 在做我們這個直播裡面啊 如果三四個月裡面 我都沒有直播 這熱度降了 要花多久時間才能夠回來 而我身邊有這樣的人才 能夠去承接一個流量那麼大的粉絲團嘛 員工朋友都一樣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去承接 我留下來給他們的流量 這個粉絲團等於是廢了 你知道嗎 角度跟我的高度在突破 已經很有難度了啦 9.5萬人很難再撥了啦 全亞洲AFB 有拿幾個有辦法9萬人以上的 沒有了啦 你家如果你阿公 你阿公留了一塊土地給你們 留一塊土地給你們 你擺了十年 他漲了五倍了 你在擺了十年 他已經開始慢慢的 零點幾零點幾一直在漲 一直在漲 但是很緩慢了 請問你是要跟建商合建 還是你要繼續擺在那邊 讓他長雜草 能夠了解嗎 你認為登交法該何去何從 有網友留說 去連董的上市公司掃廁所 我不知道他不會去啦 我覺得他不會去啦 他有人想當掃廁所部的主管 他連抓銷都不要 你知道他掃廁所他怎麼可能 你懂嗎 對不對 所以說我跟你講 應該讓他當什麼 當科技公司的檔 你懂嗎 我缺個檔 花錢事業你懂嗎 每月初五來發薪水 我缺個檔 你懂嗎 好不好 所以登交法來當我們檔 也是最適合的 當廁所所掌沒有辦法啦 所以登交法 一樣會讓他直播啦 一樣會讓他直播啦 不會不見啦 放心啦 登交法一樣會讓他直播 不會不見啦 ически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昊宣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博裔 哈囉大家好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素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 快聽了